别动 报上你们的烦号 烦号 你不管你 什么难自好 自好 和春社 和春社 我觉得《静梦》这个戏 它里边的喜剧的内核就很悲情 程老师老提了这个差势的理论 这个差势是观众跟剧中人角色的 这个信息之间的有差势 这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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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来 那是高虎丑 不怪你 观众知道的特别多 观众几乎是以一个上帝视角去 看着所有的人 在那里头挣扎 在那里头去不知情 在那里头犯错误 我现在命令你们 马上叫出武器 武器是 枪倒是有机感 好啊 又有战利品了 这什么东西 枪啊 枪全在这儿了 还有两段锤 观众他的信息堆得特别高 但剧中的人 那俩抓落的人完全不知情 大家哗下来 观众开心 这就属于一个 插势的简单的应用 咱们这里我听说还有一种训练营 有 我就是第一届的这个训练营出来的 然后我们办了十届了 连续办了十年了 我们最终会把很多素人 就是普通没有经过任何训练的人 在差不多两个半月的时间里头 最终能够在舞台上演一台戏 演成大戏 那现在这些年轻的学员 他们的这个对喜剧的热情高吗 这么说很多人来这儿 就从此之后改变了自己的人生 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有游泳教练 有会计 就是从这儿走出来之后 他们现在依旧活跃在艺术行业里头 在喜剧 在音乐剧 在各种各样的那个综艺啊 这里头都有他们的身影 陈佩斯不仅自己奋斗在喜剧创作 和表演的第一线 也为这个行业 培养了很多优秀的人才 人才培养 必然设计理论研究 需要探求喜剧的本质 那么他又是如何理解喜剧的本质的呢 陈佩斯老师啊 咱们这个喜剧啊 有的已经演了好多场啊 甚至好多年了啊 咱们怎么做到 让喜剧令观众百看不厌呢 精益求精 精益求精 就只有这一个方法 对 花时间和精力 还能有什么 没有 那是喜剧啊 和其他喜剧一样 有的时候我们在设计的时候 可能会随着一种套路走啊 但是这种套路 一旦进入了观众的这个预期 他知道你下面可能会走向哪一步 他就不笑了 不对 恰恰错了 你必须得走得他能懂得 他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了 他才能够感觉到一种优越感 他要让他有优越感 对 对 这就好像我钓鱼 你不爱吃什么 我偏给你喂什么 可以吗 是这个意思 必须得让他合情合理的 一步一步 让他踏进来 被我套住 挽住了 行了 跑不了了 笑了 开心了 开心了 开玩笑 我后来还有更开心的事 等着你呢 让他一步一步就这么走下去了 不讲方法 不研究方法 是胡闹 不叫喜剧 叫胡闹 胡闹 贝斯老师觉得今天中国的喜剧市场怎么样 喜剧市场到什么时候都是好的 都是好的 没有不好的时候 关键是 作品和大环境 你有没有这个大环境 因为什么 笑声最基本的元素 有一个就是 人与人平等的诉求 人与人平等关系诉求 只有建立了 才能有笑声出现 不建立就没有笑声 贝斯老师 每一种艺术 其实呢 它肯定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 那么喜剧 它怎么样为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 承担它的社会责任 你只要让老百姓开心地笑了 这本身就是一个进步 你只要能让他开心 让他笑了 OK了 就承担了 对 它的责任了 对